欢迎来到我们的赛财房 我是主持人一双 我们要请到的是苏州LNG的双C选手 来到我们的赛财房系 先有请二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LNG的中路 Scott 大家好 我是LNG的ADC God 好的 现场的粉丝们也是非常的热情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今天也是敖战五局成功地拿到了复活架 想问一下两位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觉得开心吧 然后感觉我们队员 每个队员都打得特别好 那GALA选手呢 就能一下就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是在被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任性很强 然后我们就连帮回两局 这个很重要 没错 而且你们今天面对的对手 其实在常规赛当中 也战胜过你们的WBG 我想知道GALA选手 你们在今天跟他们交手之前 有做怎样的一个特定的研究和准备 感觉你们在今天面对他们的 绕后眼方面是做得非常的充足的 因为我们打之前就按VP的话 是按照正常来做的吧 然后就是肖顾喜欢绕后嘛 然后我们就多排绕后眼 对肖顾这位选手还是了解非常的透彻的 也知道这个绕后眼在他们的这个 无论说是战术的执行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接下来想问到Scott的选手 整个季后赛的重点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红色方应该如何去突破 那在对方第一局红色方拿下之后 你们是怎么样迅速地调整好自己一个战略的侧重点 同时也在最后的一场的红色方当中拿下的胜利呢 感觉红色方的话 那必须要有一个人接受亏才行吧 所以感觉心态然后要自信一点最重要吧 那同样的在队伍当中的有人要站出来 同时也要有人兜底 那接下来问到的是我们的Gala选手 第二局比赛 其实你们的这个转折点 就是你和Zika当时在大龙那一波完美的配合 直接是断掉了WBG的一个进攻的节奏 能不能说说当时的这一个情况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我们是先死了两个人嘛 但是他们就是用掉了太多技能了 然后当时Zika也很肥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三个人 就是可以守他们打大龙 那后来我们来到第三局 其实对方也是拿出了一个丽丽娅打野 我想问问Gala选手 你们看到这一手选择的时候 当时有料到吗 没有吧 就没想到他们会选丽丽娅 然后选择好像效果也挺好的 所以说你们在那一局的失利之后 是怎么样去反思的呢 感觉第四局你们直接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因为那把我们前期很优势吧 然后中期的时候其实有点迷茫了 然后被偷掉了大龙嘛 然后后面就导致我们 就是游戏就是偷到了后期 然后后期的话就没那么好打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第四局 Scott选手的杰斯成为了比赛的关键 那同样的当时的那一波小龙团 闪现跟上去 大家都在夸你 真的非常敢打 能不能说说当时的这一波操作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这么敢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太肥吧 就其实是环境是挺好的吧 你也是凭借了你的杰斯的完美的发挥 完成了你在LPL的这个700场的登场的里程碑 那同时这也是你的第15次的季后赛了 你觉得过去的这一些经验 对于未来的你来说 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可能游戏理解会特别深吧 然后什么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能坚持下去吧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持下去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禁忌的状态 那同样的我们要问到的是我们的GALA选手 最后一局 你们其实是在扎克和水晶先锋斯卡纳之间 进行的一个犹豫和摇摆 最终是锁下了斯卡纳这个选择 所以我想问一问 你们为什么会比较青睐这个英雄 他的强度到底又在哪里呢 就当时就是剩下的打野不多了嘛 然后就觉得蝎子就是功能性挺强的嘛 然后就是可以让对面C位出水晶 然后也可以打团的时候 先拉一个人过来几乎秒掉 就差不多已经是剩下打野里面最好的了 可以看得出来 你们今天的这个阵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 那接下来还同样的是问到GALA选手 因为你也是加入到LNG一个赛季的时间 我想问一问你觉得加入到LNG之后 自己成长最大的是什么呢 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跟队友的配合也越来越好了吧 然后就是我们的不管是沟通啊 然后还是打团方面 然后都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也希望我们继续加油 希望可以继续加油 那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呢 你们在赢下了这一场比赛之后 接下来的这一个对手也是非常强劲的GDG吗 所以我想问问两位选手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彼此 或者说队友说的加油的话呢 就感觉每个人都打得好一点 就打谁都能赢吧 就希望我们继续加油吧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就我觉得谁都可以赢 好的 期待你们之后精彩的发挥 也希望你们可以一步一个脚印 继续地走下去 那我们的三号采访呢 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呢 进入到的是粉丝的互动环节 让我们一步到直舞台